一年疏忽 初入红尘即江湖 私下环顾 满目啼笑皆孤独 寻觅追逐来路 落花残雪佛 贪恋辜辜负 归出有义无心度 落连后路是人非 一方江湖为一个梦 群雄竹落 一遍天地前马同行 笑看人生 一同天下兄弟繁目 心待因果 一生融入 长江温暖 难寻归 一同天下兄弟繁目 心待因果 心待因果 一生融入 长江浪 攀讯归 来 这么说来 这里 王帮主 是让你用密函 来劫持乔风 此事啊 事关重大 若非夫人壮见 我本不该说的 王帮主再三叮嘱 这事关我丐帮 还有中原武林的命运 绝不肯让第三者知晓的 这乔峰 是汪帮主的徒弟 又是汪帮主亲自选的机位者 密函里到底写了什么 竟然需要如此防备 这个呀 为父也不知道啊 传位给他 密函给你 这其中必有蹊跷 难道你就不好奇吗 大丈夫一言九鼎 我既已答应老帮主了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绝不打开密函 哦 对了 你们女人最快 罪与坏事 万望夫人保守秘密啊 不可跟任何人提起此事 不提就不提 那边就是神农帮了 一会儿我们悄悄地过去 抢了重力就跑 好不好 你的黑玫瑰绞成块 他们追不上你们的 那你呢 我被他们逼着 扶了这个断肠伞 说是扶完之后 七日之内就会毒发身亡 我得先设法抢到解药 然后再走 原来如此 那你怎的不先去找解药 而回来给我报信呢 我本来以为黑玫瑰绞成块 却报个信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 你说你是天生好心呢 还是傻呢 只怕 是个好心的傻瓜吧 你的解药怎么取 原本啊 是想用这闪电雕的解药 去换那个断肠伞的解药 可现在 他们拿不到这个 闪电雕的解药了 那这断肠伞的解药 恐怕也不太好取 姑娘 你有没有什么法子啊 找他们硬药 药中灵 药解药 莫姑娘 真的硬药 就硬药 会不会很危险啊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什么人 干什么的 司空玄呢 让他滚出来见我 是是 小人不知灵鹫宫圣驾驻驾到 多有冒犯 请圣驶恕罪 既然都认出来了 还不让那司空玄出来见我 是是 小人不知灵鹫宫圣驾驾到 谁 喂 那几万五 不乎 呢 那是 帮主 启禀帮主 灵鹫宫圣使驾到 圣使去而复返 圣使讲了什么没有 圣使只说 让你速去见他 同老说话 一贯喜欢反话 灵鹫宫的特使 越是温顺 处理起来就越严重 不妙啊 一定是怪我 办事不利 不行 走 迎接圣使 大家和我一起迎接圣使 属下司空玄 恭迎圣使 恭请同老万寿圣安 你 说话呀 忠灵那小姑娘呢 带出来见我 带人 是 走 快点 还不愧松宝 松 是 快点 忠灵 你过来 是 你什么人 省事面前 不得无礼 叫你过去 你就过去 不得无礼 啊 呀 啊 哎呀 义 房子 誓 借圣使赐收 此药分三次服完 每日服一次 一次只割一钱就可以了 老头 你把解药给了他 段大哥怎么办呀 你答应过段大哥 给他解毒的 闭嘴 钟离 你段大哥死不了 启禀二位圣使 属下和几个弟兄 被那小姑娘的毒雕咬伤了 伤势十分严重 请二位圣使开恩 姐姐 你的那些同老的灵丹圣药 就给他们一些吧 给他们一些吧 内服一些 便可以解毒了 同老神通广大 感谢圣使次要 属下 上次进宫剑湖宫不利 一定戴罪立宫 请圣使在同老面前 美言几句 知道了 你们赶紧回去吧 要我看啊 这剑湖宫也不用攻打了 都赶紧推兵吧 推兵吧 属下该死 属下该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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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送二位圣使 恭送二位圣使 恭祝同老 万寿圣安 恭祝同老 万寿圣安 莫姐姐 多谢你和这位姐姐前来救我 我要留在这儿等段大哥 这位姐姐 你的断肠散的解药 能否给我一些吗 不用等了 那姓段的不会再来了 不会的 段大哥说过会来救我的 就算我的爹爹不来救我 段大哥也会来救我的 天下男人都是骗人的 他说的话能信吗 段大哥是不会骗我的 钟姑娘 你的段大哥 果真没骗你 我就知道你不会骗我 不许这样 莫姐姐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的 又怎么会一起来救我呢 郑姑娘 我们一路走一路说 别让四公学那老头追上来了 大元 此事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王帮主 把此事交投给你 说如果出了什么异动 不要在帮内解决 而是求助少林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此事之大 丐帮内部 已经没有可以压制之人 你说这乔丰 英雄盖世 他到底能做出什么 了不得的恶事啊 夫人啊 别想了 这事情还没发生呢 想那么多做什么呀 此事太不寻常 你就这么默默事事地答应 万一受牵连怎么办 王帮主 把这件事交托于你 我看 不如把星函打开 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也好有颗准备啊 夫人啊 我知道你是在为我着想 可是练武之人 是一诺千金的 即便日后发生了什么事 牵连到我 那也是我的分内之事 理所应当 你这个人就是太过老实了 论辈分论资历 你哪点不如乔丰 如果你当了帮主 我就是帮主夫人 何等风光 那还需要为了这些事情 提心吊胆 我武功气度 都远不及乔丰 他当帮主 我心服口服 以后啊 休得再提此事 快歇息吧 来 来 来 Sold 原来如此 木叶剑 多谢你救了段大哥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谢你才好 我自救他 跟你用什么关系 喂 段悦 我的名字 不用钟灵的小鬼告诉你 我自己告诉你 我叫木婉卿 水木清华 惋西清阳 姓得好 名字叫得也好 好过你一段木头 名誉极坏 邓大哥 你带我真好 可惜啊 你的雕儿找不着了 没事 带那有人走了 我自去找 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找好不好 好啊 你要来找我的话 我随时奉陪 不许你去 他要找他的雕儿自己去便好 你去干嘛 那 周灵 我问你 你生日是不是二月初五 是啊 穆舅舅 你怎么知道 段宇 你还说没骗人 驾 我们赶紧跟上他了 我看之前厉害p 你们倒是阴魂不散 一不小心镜追到这儿来 能耐倒是不小了 你这小贱人 你就是逃到天边 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小心 等一下 段大哥 咱们快走 钟灵 莫姑娘现在被人围攻 五哥不能丢下她一个人啊 你这呆子留在这儿 能帮着莫姐姐什么忙 我不走 我不走 钟灵 要滚自己过 不许拉上她 再拉她 我省你眼睛 莫姑娘 你看你身后 你身后有人 你小心啊 莫姑娘 钟姑娘 你先回去吧 莫姑娘正在被人围攻 我们必一定要回去救她呀 钟姑娘 我这条性命啊 要不是莫姑娘出手相助 早就送了 我现在早送半日 晚送半日 也没什么分别 宋司也要回去 宋司也要回去 真要回去 真要回去 莫姑娘她只是形式凶悍 但是她却三番两次地 出手救我 她也不辞劳苦地 过来帮我救你 可见她只是面冷心热 一定是个好人 路人遇难尚且不能坐视不管 何况是救命恩人哪 我这一次 绝对不能舍下莫姑娘 为了我 就不能不去吗 钟姑娘 既然我来救你了 我就当然也得去救她呀 段大哥 那你一路小心 来 你快跑 跑上 看你往哪儿跑 谁啊 莫姑娘快跑 放开我 放开我 莫姑娘 莫姑娘快跑 你怎么回来了 一路多蒙姑娘相救 如今姑娘有难 不能丢下姑娘一个人啊 莫姑娘 她们在那里 追 报警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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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姑娘 莫姑娘 放箭 放箭 射死这俩小冰人 莫姑娘 射死这俩小冰人 射死这俩小冰人 莫姑娘 莫姑娘 快走 走 你们就在那儿等着 等着我们过来 自然会射死这俩小冰人 放箭 走 射死他们 莫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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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办 莫姑娘 射成药 我有射成药 莫姑娘 你没事吧 莫姑娘 莫姑娘 尽双药 尽双药 这是胭脂膏 还是尽双药啊 左右只有她了 反正得一事 莫姑娘 到底是性命要紧 此犯 此犯得罪姑娘了 好 早闻楚王昭兵 这其中必有原因哪 可朝廷呢 偏偏心存侥幸 如今咱俩 淳王齿寒 就即便不是针对大宋而来 我们也应该是早做准备 若早屯兵已死 哪至于让辽娟 如此猖狂嚣张啊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通知朝廷 苏族调兵应对此事 我已经派人送信给韩总兵 请他死守燕门关 并奏进朝廷派兵支援 我丐帮这边 我已经飞鸽传书给四位长老 令我丐帮弟子即刻筹备 若有需要 随时前往支援 并号召武林同道 若可以的话 尽快赶到辽宋边境 共同御敌 是 多长老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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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urner! 我 我 我杀人了 这 这 有人想爬上来 是不是 这 我失手 打死了人 他家中一定会有齐儿老小 得知消息之后一定悲痛万分 我如何对得起他们啊 你也有齐儿老小 是不是 父母倒是有的 但是没有齐儿 若他们爬上来 必得杀了你我 是不是 多半是要杀的 多半是要杀的 所以你是宁可让别人杀掉 也不会杀人了 我没有杀了 我应该是杀了你 我没有杀了你 我没有杀了我 你也没有杀了我 我也是杀了我 我就是杀了你 你也要杀了我 我就是杀了我 我就是杀了你 我便一箭将你射死 在我昏睡期间 你是否接了我的面纱 没有 当真没有 当真没有 因为当时一心想救治姑娘 背上的伤口 所以没有想到此事 伤 伤口 你 你 你给我涂药了 对呀 姑娘 你的那个胭脂膏 当真好使 我都没有想到 它居然是个精疮药呢 莫姑娘 卑鄙小人 你竟敢摸我的肌肤 看我的背景 你 莫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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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了吧 良人又来进饭了 是啊 没两天的功夫 已经打到燕门关外了 丐帮侨帮主和不少高手 都已经赶去帮忙了 玄济大师在外游炼 已经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玄卑大师 也要带着弟子们前去帮忙 今天所讲这经文 你们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这唯陀楚讲究的是晋道 就如这参天大树 你是慧伦座下的虚竹吧 阿弥陀佛 太师叔 弟子虚竹 想和太师叔一起去燕门关 少林寺这么多师弟们 什么时候 轮到你一个扫地的呢 就是 这可不是去念经化缘 就你那点武功 去那儿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哪怕是搬运东西 批柴 烧饭都可以的 太师叔 弟子虽然武功低微 但我有力气啊 总是能帮上点忙的 阿弥陀佛 众生皆有佛性 草木亦有佛性 此所谓诸法平等 既然草木与众生并无二致 人与人 又何来高下之分 弟子受教 参悟去吧 是 你为何要去燕门关 我经常听我师父说 上天是有好生之德的 弟子这次听说辽兵入侵 一定会生灵涂炭 当日 释迦摩尼佛 以身似乎 弟子一时出家之人 也应当有此觉悟才是 哪怕是尽一些绵薄之力 也总是好的 可惜 可惜啊 我关你胸怀赤诚 心性豁达 为人品行都是难得之血 却偏偏脚下虚浮 忠愧有虚 缺乏习武的资质 且于人生百味 体位太少 于佛学上也难有突破 就说这燕门关一血 我被能救者 不过实之一二 天下之众 陷于贫苦者不知凡己 以身似虎 又何在这一去一流之间 弟子明白了 公子 最近辽国的南苑大王 屯兵燕门关外 好像又有行动了 公子 现如今 宋对辽的距益越来越深 坊间更传出一辽顶四诵的俗话 如今 辽国犯禁 我们不妨前去驻镇 也好彰显我们慕容家的威风 或许 还可招揽些江湖好事 也未可知 邓大哥说得在理 那群教花子 仗着自己消息灵通 四处抗击辽军 在江湖上赚足了名赏 这次我们好好去措存那些辽国的威风 省得江湖上的人觉得我们家的公子爷 不如那姓乔的 非也 非也 你我只是暂居宋境 辽也好 宋也好 如胜如负 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局势越乱 对我们才越有利 我们不如看那群叫花杂 和那辽军御棒相争 我们司机坐收渔翁之力 这 才是山姆道 三哥说得也有道理 不如我们先去燕门关外 看看形势 再做定夺 是 此人是谁 内空正如此了的 这人好生厉害啊 我今日定是活不成了 你要是怕了 赶紧跑吧 不用管我了 木屋姑娘 你也把段玉看得忒小了 姓段的虽说是名玉极坏 但也不至于是这样的人吧 名玉极坏 是我跟你闹着玩的 你也没必要陪我一起死 若是你能活下去 以后活着的时候 能够思念我一些 那便好了 对吗 莫姑娘 那人好生厉害 他倾格间便要上来了 我们赶紧逃吧 来不及了 你快逃 别在这儿了 行了 行了 不 你们是逃不掉的了 不是 孙家到底是谁啊 老子是大海恶神 天下武功 弟兄就不用你们管了 老子的恶好 你们是知道的 是不是啊 到我身后去 他会不会伤你啊 就你这三脚帽的功夫 能抵得住南海恶神吗 莫姑娘 你先休息在这儿 你放心 我自有办法 原来孙家的外号 叫做南海恶神啊 久仰大名 如雷罐尔 在下呀 这几日也见识了 不少的英雄好汉 但是 识以尊驾的武功 最为厉害 我扔了十几块石头打你 居然一块儿也打你不中 尊驾武功高强 实在是了不起至极啊 乃娜娜 眼神不错吧 今天我便不杀你了 滚吧 好 你要是饶我性命的话 连通沐姑娘也一病饶了吧 滚哪 我问你 小杀神孙三霸是不是你杀的 不 没错 她是我细爱的弟子 你知不知道 杀之前不知道 现在倒是知道了 那你怕不怕我 不怕 娘 南海恶神 江湖地位那么高 你不会对一个受伤的女子动手的 你放屁 我听说你武功也很强 你怎么可能受伤呢 他们四个打我一个 若是你 南海恶神 自然是没问题 可我只是个小女子 便是不成了 呸 真不要脸 四个打一个 哪有这样的道理吗 是不是啊 对啊 你看像你这样的 英雄好汉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像你这样的 你再说一遍 我感觉 像你这样的 恶人 恶人 对嘛 我是个恶人哪 你没看出来吗 我就是个恶人嘛 你 你不是很聪明的吗 你怎么这么笨哪 笨死了 笨死了 杀杀杀杀 该杀呀 对 您啊 您是恶得 不能再恶得大恶人了 像您这样的大恶人啊 怎么能容得下 四个打一个的道理呢 就是嘛 就是啊 您老人家当时不在 您要是在的话 一定一手一个 把他们都打得 金断骨折的 不可能 我呢 是不可能把他们打得 金断骨折的 我一定会 干扯 干扯 一个个的 把他们脖子都拧断 你是不是不信哪 要不然 我先把你的脖子拧断 试试啊 试 我就是 恶得不能不再恶的大恶人了 他们还像月老二 我认为呀 你应该叫做 月老大才是啊 岳老大就算了吧 我还是比较喜欢 我岳老二的称号嘛 我呢 是饿得不能再饿得 大饿人嘛 但是 我还是有饿人的道理的 你说 他一个女子 我不可能打他嘛 而且他还是受了伤的嘛 所以呢 我就不杀他跑跑 好 改天等到人多的时候 我再把他开山 杀掉 可以 部队 我听别人说 你一直戴着你的这个面纱 从来无人看过你的面容 如果有人看到的话 你不是杀了他 就是嫁给他 是真的吗 滚 你 是又怎么样 那我问你 孙三爸 是不是为了看你的面容 所以才杀了他吧 你自己的徒弟 他的脾气你自然知道 他要是 有你一成的功力 我也杀他不成了 嗯 此外有道理 他奶奶的 孙三爸这么一死 我辛辛苦苦培养他的十年 这十年的时间 算是白费了 不行 我要替他报仇 他是不是看到你的面容了 说 当然没有 那好 我就要看看你的面容 我要看看 你到底是个丑八贵 还是个小贤女儿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作为江湖中 鼎鼎有名的大恶人 岂能做如此卑鄙下流之事啊 当然了 我就是个恶人嘛 你自己赶紧摘了 别让我动手啊 你 你当真非看不可 你哪那么废话啊 可以啊 我可以不查你 我可以先拧断你的 双脚 然后再拧断你的 你的双臂 这样都可以了吧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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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不能欺负 一个身受重伤的女人 谁让她先动手呢 她动手我不能还手吗 她动手我还手不可以吗 对啊 当然不行了 因为 因为你是有规矩的人啊 你说了 你自己的规矩是 不杀无力还手之人 是不是 是啊 那是八个字 能不能改 不能 倘好 倘若改了便是什么 那我就是乌龟儿子 妈妈蛋 太好了太好了 妙极 木姑娘 你看看 你没有打木姑娘 木姑娘却先用毒箭射你 这就不叫还手 叫做先下手为强 倘若你出手打了木姑娘 那木姑娘重伤之下 也绝技没有招架之力的 所以啊 木姑娘是有力偷袭 但是无力还手 你倘若杀了木姑娘 那便是破坏了你的规矩 你就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你敢骂我乌龟儿子王八蛋 你看啊 你若是坏了自己的规矩 你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倘若你不坏自己的规矩呢 你就不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所以 你爱不爱做乌龟儿子王八蛋 全瞧你坏不坏自己的规矩 我是乌龟 你再说一遍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 我说倘若你改了你的规矩 你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你倘若不坏自己的规矩的话 你就不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你爱不爱做乌龟儿子王八蛋 全看你自己坏不坏自己的规矩 谢姆夕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我没有还手之力 你现在就杀了我吧 我偏偏让你想不到 我就不杀你 快 你现在自己赶紧把绵杀占掉 你要看我容貌 许得先问过我丈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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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发过毒誓 第一个见到我面貌的男子 我若不杀他 必得驾驭他 此人已见过我容貌 我舍不得杀了他 便只好嫁他了 莫姑娘 那太好了 现在我就不用杀你了 我就杀了你的丈夫 也可以为我的徒儿报仇嘛 你 你 你 妙子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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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 妙子呀 你太像我了 你简直太像我了 你干什么呀 你这话说得莫名其妙的 你武力高强 而我手无腹肌之力 你长得 那什么 反正我们二人没有一处是想象的 你手长脚长 而且那腰肌也是不错的嘛 还有你这头骨 来 你摸摸 跟我姐姐是一摸一样嘛 这个孙三骂死的就对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南海呢 一带只能收一个土地 所以他 他死的应该 如果他要不死的话 我放下你 我也会把他杀死的嘛 来来来来来 快给我磕上三个响头 来来来 赶紧拜我为师 你就是我的徒儿了 我 我为什么要拜你为师啊 你长得像我吗 快快快嘛 可走 三个响头都可以了 我就是你的师父了嘛 太荒唐了 你 谁 快出来 你们两个老太婆是来干什么的 是来庆祝我收徒儿的吗 我们是过来捉拿这个小贱人的 给大伙儿忘仇 你敢 他现在就是我徒弟的老爸 你要逗他 你试一下 还不开滚 我 我 我真的不能拜你为师了 我早就有师父了 放屁 这一世人谁在笑我 不放魔不成火 终生已经伤口还过 一切皆有所得 一切皆有所得 千尘是多惊人 等他看何才琢磋 天生若有你赌我 这生死又如何 可居然我却化作强壳 天生若有你赌我 其富贵又如何 都问这对错的是空泽 若跨过轮回寻影过 这命运奈我何 天生若有你赌我 其富贵又如何 天生若有你赌我 其富贵又如何 天生若有你赌我 其富贵又如何 都问这对错的是空泽 我跨过轮回寻影过 这命运奈我何 我 和 什么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